大家好,我是岳医生,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肾癌的水访 所谓的水访就是大家常说的术后多久要去复查 还有复查的频率,复查的内容 这个肾癌包括其他的实体肿瘤 表面上看它就是一个独立的肿瘤 但实际上本质上来说 这种癌症它还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 所以即便这种早期的肿瘤在切除以后 手术以后它日后在一段时间点还是有复发或者出现转移的这种概率 只是说如果越早期做手术 那么这种复发的概率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那么越晚期这种复发的概率就会越高 甚至到一定程度这个手术确定是没法做了 切不干净 所以复查就显得相当重要 因为要随时的了解到患者做完手术之后的肿瘤复发的情况 另外像肾癌我们都知道 做手术的话肯定是要对肾脏造成一定的损伤 有肾部分切 也有做肾癌根子 就是肾脏犬切的 那么术后的肾功能也要做一个了解 所以这个就是肾癌随访复查的意义 那复查的内容还有这个时间 其实这张表格的内容写得都很清楚了 这个只是做一个参考 因为目前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规定哪一种随访的方案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仅供大家参考 另外要根据 主要还是要根据患者自己自身的情况 以及当地医疗平台的情况来决定 那么我们就一项一项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复查内容的上面这个它是一个一期的随访 也就是说比较早期的这种肾癌 那么下面这个是一个二期到三期的随访 那么内容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先说内容 第一个就是这个询问病史 询问病史 这个询问病史是什么内容呢 就是你在随访的时候要见到医生 那么医生会问你 在手术之后有哪些不舒服呀 恢复的怎么样啊 近期呢就包括伤口的愈合情况 那往后呢就是有没有一些疲劳 有没有身体某一个部位 有没有疼痛 你比如说有些患者他会描述 我最近出现了腰痛 那么对于肾癌来说呢 就有可能是一些骨转移 所以说这些病史的询问呢 还是很有意义的 那第二个就是体格的检查 那体格检查是干嘛呢 就是医生呢会为这个患者呢 做一些查体 比如说摸一摸腹部 按压一下有没有疼痛感 等等啊 你像有些在做手术之后呢 他在这个切口这个地方呢 可能会有一些重植转移 当然现在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用手摸是有可能能够 去摸到这些肿瘤的 所以这个体格检查呢 也是其中的一项 那第三个呢就是实验室检查 实验室检查 它并不是说要患者去实验室 而是主要是指一些抽血 还有这些尿常规的检查 主要检查一些患者的这个血液里面的成分 比如说血常规啊 减生磷酸酶啊 还有一些这个生功能的检查 肝生功能 如果有些患者用药的话 那可能这个肝生功能更要定期的去做一些检查 因为肾癌患者如果说做根治或者做部分切 那有些患者他在术后的短时间内呢 他的生功能是会损伤的 因为代常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在日后呢 我们要了解他生功能这个变化的状态啊 所以这个实验室检查也很重要 下一个呢就是就是腹部的超生了 腹部超生主要是看这个手术做完之后 这个区域的一些变化 变化比如说肿瘤有没有局部的复发 或者淋巴呢有没有一些异常啊等等 那这个腹部超生呢 他其实也是属于影像学和下面都一样 那再下一个呢就是胸部的CT 那胸部CT它其实很重要的啊 因为肾癌它比较长转移的一个部位呢 就是肺转移 那肺转移呢 一般我们就需要用这种胸部的这个CT呢 才能看得比较清楚啊 再下一个呢就是腹部的CT 腹部CT其实和腹部超生呢差不多 只是CT呢 它有CT的优势 主要它CT它的空间感会更好一点 就是说更可能会更精确一点啊 比超生来的各方面会更好一点 因此呢它也是一个影像学的检查了 也是看这个手术局部啊 肾局部的一些情况 所以项目的主要就是这些 当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人他如果说描述 体格检查描述有腰痛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再加一个股扫描 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股转移 或者有一些减轻连算没得升高啊等等 就需要针对性的做一些检查 这个是比较基础的一个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和周期 那对于这种一系的生涯来说呢 这个低风险和高风险其实差不多啊 主要插在这个腹部CT上面 那么我们就总体的大概看一下 你看在第一年的时候啊 在第一年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每三个月检查一次 术后三个月做一次检查 然后术后呢六个月半年的时候做一次 然后术后一年做一次 然后后面呢就是第二年第三年呢 就每年做一次就可以了 五年以后呢就两年啊 每两年做一次检查就行 这个是一期比较早期的这种生癌的随访啊 然后二到三期的这个随访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明显它就要密很多 特别是在这个前两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这个这是第一年啊 第一年呢一到三个月肯定是要检查的 然后六个月的时候要检查一次九个月十二个月 也就是说在术后的第一年 每三个月啊就要做一次检查 那么第二年也是一样啊 也就是说前两年都是每每三个月啊 最好是能够做一次检查 只是说呢这个CT的频率呢会有些差别啊 CT呢一般来说呢像这个半年或者三个月啊 也不用特别的频 因为要可以根据上一次的检查结果 如果说上一次检查没有异常 那么可以适当的延长一点啊 因为CT它本身呢它是有这个辐射的 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部位呢可以用核磁的代替 然后在在两年以后呢 这个频率就明显的下降了 一般来说呢像第三年第四年也就是每年检查一次 那五年以后呢也是每两年检查一次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肾癌复查大概的一个复查频率啊 当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还有就是要根据当地的医疗的这个水平来决定 好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